哈囉大家好我是香菜 今天呢我想要來跟大家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貓咪到底該不該放養呢 這邊我先說一下我自己的結論是 贊同貓咪放養 可能會有人問說 放養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在這邊放養的定義是指 你家的貓咪可以隨意進出家門 可能是吃飯的時候才回家吃飯 平常可以自由的在外面亂跑 那首先我想先跟大家談談 寵物放養可能會發生什麼問題 第一點你家的貓咪可能會在外面吃到 不乾淨的東西或是 不適合貓咪吃的東西 幹嘛啦 你想用鏡喔 甚至有可能會中毒身亡 第二點你家的貓咪可能會在公共場合隨地大小便 排泄物的問題會造成其他人的困擾 第三點寵物在外可能會傷害到其他人 甚至是害別人出社會等等 這些在法律上也是寵物主人需要負責的 第四點你家的貓咪也有可能會走失 然後再也回不來 這樣對一般的主人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吧 第五寵物在外可能會被抓 不管是被有心人士抓去 做恐怖的事情或是被通報 抓到收容所去 第六點在外面可能會跟其他貓咪或是 其他動物打架 受傷甚至得傳染病 第七點容易意外死亡 有可能被狗咬有可能被車撞有可能被毒死 或是傳染病死亡 綜合以上七點應該都不是一個 好的而且具有責任性的四主 希望自己的寵物發生了吧 那再來以法規項來說 寵物保護法是有規定 寵物出入公共場所需要七歲以上的人陪伴 寵物不能獨立出門 而且外出必須要有前線之類的保護措施 再來寵物如果沒有做登記 也是需要開罰的 這就是呼籲民眾要對自己養的寵物負起責任 養寵物其實就像養小孩一樣 你怎麼不會放任家裡年幼的孩子在路上到處亂跑吧 那對於以上的論點 我想到一些可能會被提出來的反駁 首先就是台灣其實很多老一輩都會把貓咪放養 很多外國的家庭也會把貓咪放養 不是也都過得好好的嗎 以國外來說 國外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環境和我們是不一樣的 台灣地小路上車也多 如果你說在山裡那也就算了 但是在這種都市中讓貓咪亂跑 其實是很危險的 以老一輩來說 以前台灣的環境跟現在可能也不太一樣 那其實有很多人或是有很多店家都會去餵養流浪貓 如果數量很多也不可能通通帶回家 老一輩的放養就有點像是這種餵養流浪貓的方式 那我個人的立場是覺得 如果是想讓流浪貓獲得更好的生活 而去餵養牠 那我認為這並沒有錯 但是你要知道流浪貓的平均壽命比家貓還要短得多 流浪貓的平均壽命只有3到4歲 反觀一隻被好好養育的家貓 平均壽命十幾年來說 當然還是希望自己的寶貝可以健康長壽陪在自己身邊吧 如果你想要你家的貓咪好好的健康的活著 那不要認為 流浪貓不用打一毛 不用剪指甲 或是活得好好的 不要認為貓咪可以和流浪貓吃那些過於油膩過於鹹的 不適合的食物 或是像流浪貓一樣 倒是在外面亂跑 說一些要給貓咪自由 批判養貓的人不懂的貓咪到底想要什麼之類的話 那你確定貓咪是想在外面 挨餓受動被車撞死的嗎 換作是你的孩子 讓他隨意的去吃一些他自己不知道對自己有害的物質 或是在外面的大馬路上亂跑 你會覺得這是給予他自由嗎 畢竟流浪貓是不得已的 但是你選擇要養育的貓咪並不是 那改善流浪貓的問題其實也有很多不錯的方法 像是TMR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拉姆有幾部的影片 或是可能改天我在做個影片跟大家做介紹 我之前在網路上有看到類似的文章 發現很多人對這件事其實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我想以我的立場來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議題 希望大家下次遇到相似問題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大環境 理性的思考一下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朋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討論你的看法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